小姐, 你想問什麼? 我最近玩教育日, 認識了兩個男生 兩個男生都快點心給我 我不知道該選誰 連你也玩教育程式? 你怎麼練我?你什麼意思? 其實我知道你是李莫愁 不是吧?我扮成這樣, 你也認得我嗎? 你一進來, 我就敢認得你的氣場 知道你是誰 那為什麼你不繼續扮演? 不知道呢? 我想的 但我太驚訝了 而且占卜是需要雙方坦誠 你不想我知道你的身分 但我有需要跟你坦白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的話, 你也可以… 不用, 我能進來就不打算出去 你不是一向都覺得 占卜是導人為信, 違背科學嗎? 我是信科學 但當我面對這兩個男人 不知道怎麼選的時候 我才明白到原來愛情是一點都不科學 科學解釋不了 我是一個這麼有魅力的女人 為什麼到今時今日才遇到愛情? 更加無法給我答案 我應該怎麼選擇? 我應該是憑我自己心跳的頻率 還是我臉上發熱的溫度? 行了, 你不用再說了 我明白, 我很清楚現在的狀況 我現在幫你占卜, 因為你可以多給我答案 透露卻告訴我 和你認識的第一個男人 和你緣分深跌 竟然是這樣? 就是我應該選擇撐烈? 我還是依牌直說 不過看整個牌局來說 這個男人不是你內心最渴望的那個人 對, 你全都說了 其實愛情最重要是追求你的心 未必要聽討伐的 明白了, 我知道該怎麼做 謝謝 作為一個占卜師 你應該有職業操守的 放心, 我很尊重客人的私人 報名 天黑了, 狼人請開銀 假鬼人, 把他倒掉 新水素, 我要殺死你臭婆娘 出來受死吧 你幹什麼?你幹什麼? 你怎麼幹什麼? 閉嘴 私人恩怨, 你們別這麼多事 還好 我猜我應該知道是什麼事 不是還可以因為什麼事 我聽你說, 選了跟燦烈發展 要是你說我跟她有緣 結果現在被你累死了 發生什麼事? 那個燦烈原來是一個情唱騙子 我被她騙了 你被她騙了什麼? 所有東西 那天晚上, 她約我去酒店 然後趁我洗澡的時候 偷走了我的手袋錢包電話 她拿走所有東西 唯獨不拿走我的人 如果不是因為你, 我怎麼會下答? 我人生第一次上塔羅 就下得如此下場 你上次不是說有兩個男人嗎? 你不找另一個嗎? 作為一個專一的女人 當我選了燦烈之後 我就拒絕了另一個 我現在想回頭也沒機會 糟了, 是因為你 是你弄成我這樣 是你弄成我孤獨中夢的 你… 你傻子… 你傻子… 傻子… 大哥, 是你自己不擔心 人關是什麼事? 又不是Ju叫你去酒店 你別攔著眼睛 現在失財就算了, 又不是失身 你以為你是想人家失… 失罪數, 這一仇我一定會報的 沒事吧? 沒事吧? 說過李莫愁勁毒吧 幾條街都貼滿了 不要緊, 去貼一張, 我撕一張 謝謝你們, 你們不用再聽 你又不用怕阻礙我們上班 我們根本不想回來 我們只想幫你對抗我的勢力 李莫愁在網上的論壇抹黑我 還在我店舖的社交平台不停留我平 只有他一個人留, 是不是? 沒有人來的 但他留了一個姿勢 很多人都會回應他 我占卜精都不准 其實那些惡評我也有看到 很多都是李莫愁分身來的 根本就是他想你死 但他現在成功了 我很多熟客都不再找我占卜了 李莫愁這樣斷你衣食? 他很賤格 沒事的, 我們人多腦袋多 幫你想想辦法, 拆掉它 他再幫你想想怎樣報仇還可以 現在弄成這樣 短期內應該也無法回復明星 放心吧, 過一陣子就沒事了 真的嗎? 好 蘇珠 阿愛 你上來的? 我特意來找你 你想占卜嗎? 不是 但是我有個好消息 一定要面對面跟你說 我的太空之旅有買一送一優惠 買一送一? 真的嗎? 我上網同樣查詢 誰知道被我滾到有錢人伊隆媽 那個太空之旅, 他就是老闆 那我不是跟他說我們的協會 我們對太空的熱愛 所以他肯贊重我們嗎? 他提供我買一送一 就是說現在三百萬 就可以兩個人上太空 百五萬一個人 你剛剛好存夠錢 看來連天都想你上太空 我們進去慢慢聊吧 還想什麼? 你這個夢想就是上太空 現在百五萬就行了 千載難逢 半價, 你不是慌的吧? 那我真的很吸引 帶我和你去叫人和阿昇呢? 你千萬不要跟他們說 他們也不夠錢 免得說完出來, 他們更加傷心 還有買一送一, 我只有一個名額 如果你不去, 我問問其他人 我想半價應該很多人欠 你給我一點時間 你最遲十二點好復我 要不然我就要問問其他人 太盧牌, 太盧牌 我這次只可以問你意見 我想問我是否應該不顧一切 在店裡有危機的時候 用完所有的積蓄 離開地球上太空? 我的天啊, 你也贊成了 那倒是對的, 我賺了這麼久 錢就是想去太空 現在有得去, 為什麼不去呢? 又不是, 我來港戶口清零 交租錢都沒有了 所以會不會通用一下呢? 叔叔, 吃飯 你飽了包裹上桌子, 怎麼會? 這包裹又車又貨櫃 真的很骯髒, 叔叔 這是我的夢想鏡頭 當然是第一時間抄來看看, 是不是? 弟弟, 你剛才胡亂寫錢買東西嗎? 哥, 這是我找的工具 我這個動作叫做投資 你別忘了, 上個月的家用你還沒付 你別想著這個月也不付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可以說你是 未經我同意拿我的錢來投資 哥, 你挺禮橫折曲的 我現在買了東西 我就有心情出去秘魯, 是不是? 秘魯就有錢, 有錢就要給家用 這是連鎖板子, 真是不懂事 你也… 怎麼了? 壞得很徹底, 叔叔, 你跌過他來嗎? 我沒有… 媽媽, 看來你這三個月 都應該收不到家用 弟弟, 立即拍下照片 告訴賣家, 叫他賠錢 我現在就正在弄 我不管是運輸問題 那個鎖板子特地寄一件壞東西給我 我一定要換件好的, 要是回水 要不然我就回答他 那個賣家說原譜說了 有懷不悔 這麼不公平的條款你也照買 叔叔, 你真是傻的 該死, 買的時候 擺讀明就沒看清楚了 你們倆怎麼會虧本貨? 叔叔這麼慘, 你還要踩到我兩腳? 你真是傻子 當然是傻子, 真是傻子 哥哥, 假成這樣 我真的沒心情出去再被拼了 我就是沒錢拿回來給家用 哥哥, 你可憐弟弟 我…我可憐你, 誰可憐我? 大門說了是你自己傻子 你被人騙, 怎麼可以不給家用 哥哥, 你怎麼可以欠責一個受害者 你和我倆虧本貨一樣, 這麼冷血 自己做錯事做好罵人家 你再這樣的話, 我犯都不給你 哥哥, 你不要犯我 哥哥, 其實人哥這些很臭, 他都不想 你們自己告, 眼裡只有錢字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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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看他這些人 不用可憐他 你這些人不給他教訓他 他一直都拖著家用不給的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子麥 我是張京淳 立刻訂閱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伸出了一條 專門為底地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